和大家分享一幅圖 第一,這個圖的內源是來自IMF的國際基金組織 就是講全球的輸出 用購買力計算 第一個奇怪是甚麼呢? 將七個國家支出 七個國家和一個國家中國比較 七個和一個比 第二,這裏是2000年 這是2023年 2023年未完 所以這是估計 沒有寫明 2000年的時候 七個國家 在世界上44% 中國一個國家是7% 所以我們將44除7 六、七、四十二 六點幾個% 平均來說每一個都是 中國一個已經比 G7中的平均每個人 為甚麼中國不是在G7中呢? 第一 到2023年 即是今年 你看看 他們這麼多個加起來 三十個% 七個加起來是三十個% 四點幾 三十除七 四七二十八 還有一點點 四點幾 中國一個 一個 十九個% 即是換句話說 G7 收工啦 哈哈 哈哈